风呼啸我的耳边 月光下梦也沦陷 心深处最后一遍 在默念 回声却再听不见 故事被渐渐沉淀 只看到谁眼里面 夜色在蔓延 不主动的选择 思理了从前 所有的诺言 才成了碎片 把笔在楼里 永远没有永远 被时光可浅 不用谁把钱 别把心遮掩 这世间微不变 就只有那改变 最后的回念 让遗憾结束在这一天 我回头不再停留 当我转身后 无所谓 流落到哪里 才有出口 都感受独自漂流 也不会颤抖 寂寞就让我 向上一致走 到风的尽头 当风的尽头 到风的尽头 到风的尽头 林伟他怎么样了 你跟林伟怎么会走到这一步 事情到了今天 我也没有什么好瞒着你的了 我在美国结个魂 只是我生活得并不幸福 后来我回国遇到了林伟 我发现原来我这么多年 我对他的爱一点都没有变 我渴望得到他 我渴望跟他生活在一起 我知道现在你心里很寒暖 其实今天发生这样的事情 我心里真的也很难过 我之前想过 回到美国结束我的过去 然后回来跟林伟在一起 我是真的很爱他 我从来没有想过要离开他 我甚至要比你还爱他 你知道吗 我真想狠狠地给你一把诚 你有什么资格说你爱他 你有什么资格说你比我更爱他 爱是什么 爱是不允许自己 在爱的人面前会有半点谎言 半点欺骗 爱是会给对方一个家 给他幸福 给他快乐 你呢 你都做了些什么 你想到的只是忌妒 欲望和仇恨 秦山你知道吗 是你把林伟给毁了 你只想到你自己 秦山里太子死了 你说得对 你知道吗 叶琳 我不管做什么我都比不过你 但是我对林伟是真心的 真心 这是医生刚刚给我的林伟的检查报告 他的双腿有可能再也站不起来了 后半生可能只能坐在轮椅上 如果你是真心爱的 你愿意留下来照顾他吗 你根本就没有这个勇气 你根本就没有真正爱过他 为什么到最后你还在骗他 骗他说你怀孕了 你为什么要这样做呀 因为我不想失去他 我知道 就算我现在愿意留下来陪着他 他也不会接受他 他也不会接受他 因为他恨我 恨我骗了他 你走吧 永远都不要让林伟再见到你 我见到秦珊了 他明天就回美國了 韓哲姐對小莫很好 他知道怎麼跟他溝通 知道怎麼能讓小莫信任他 如果你沒有躺在這 我想我一定跟他結婚了 我 我是愛他的 可是我心裡很矛盾 無論是誰 都替代不了你在兒子心中的位置 他需要你的愛 所以 我希望能幫著你康復 能幫著你站起來 能看到 你陪兒子一起踢球 游泳 爬山 能讓他像其他孩子一樣 得到父親的保護和陪伴 得到父親的保護和陪伴 我愛你的心 他需要你 您初詞 我愛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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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愛你 你愛你 我愛你 你什么时候来的 我刚到一会儿 我给你带了几个你爱吃的菜 还有骨头汤 给林伟的 你没吃饭吧 林伟已经睡了 你以后 别再往这儿送饭了 怎么了 他现在 特别脆弱 他很需要我照顾他 我 我不想再把你拖累进来 你 你到底想说什么呀 你不明白我的意思吗 行了 行了 现在 随便别说了 当务之急 是得让林伟赶紧恢复身体 我可以等 没事 我不着急 那 我送你回去吧 这才是个女人的 我看你的新鲜 嗯 怎么了 老公 小老虎好像发烧了 你们别着急 你别着急啊 我现在马上回来 你快点 快点啊 你快点 快点 媳妇 不是 你听我说啊 今天晚上有可能真回不去了 这公司加班呢 特别吗 真的 你听我说 我 怎么办啊 吵合了 阿姨 妈妈 爸爸怎么受伤的 爸爸出差的时候受伤的 严重吗 爸爸很坚强 一会儿到了医院之后 不许哭鼻子啊 那我们是要把爸爸 接回家里来住吗 那小姨呢 他怎么走了啊 小姨回家了 小姨当然是要跟姨父在一起住了 你怎么今天这么多问题啊 送你去医院吧 小姨 小姨当然是要跟姨父在一起住了 你怎么今天这么多问题啊 你怎么今天这么多问题啊 啊 你怎么这么多问题啊 知道了 走吧 我不是说让你们二十四小时轮流加班吧 你怎么还没回去呢 这都快超过四十八小时了吧 这不是这程序到最后阶段了吗 他们也完成不了 只能我来了 而且再说了 我怎么也得把在雨凡落下的工作 补回来是不是 要不怎么对得起总监这职位啊 兄弟 该休息时候得休息啊 自己优着点 放心 行 陈涛 不是 媳妇你 你又怎么来了 加班加班 你就知道加班 这都快一个月了 你要不要孩子和我了 工作重要还是孩子重要 咱有啥事回家说行吗 别在公司说 现在正是我们公司生死存亡的时候 什么生死存亡 陈涛 我跟你说过 孩子和我你不管可以 我妈现在病了 可能是癌症啊 我得回去照顾她 你要是还算孝顺 你现在就跟我回去照顾她 否则咱俩就离婚 别别别别别 滴妹来了是吧 我刚才在门口听见说 家里老人生病了是不是 别着急别着急 陈涛 拿着我先回家 听话听话 老人都生病了 你还干什么呀 人是最重要的 不知道啊 没事 你这工作 我找人替 可以的 来来来来 拿着我去 赶紧 跟老婆回去 你去 你去吧 听话 快快快 丁妹 不吵架不吵架啊 俩人回家好好说 行不行 好好说 肖默 我爸爸就在那个地方 记住啊 你是个男子汉 加油 去吧 小沐儿 小沐儿 爸爸 快过来 小沐快过来 我抱我 爸爸我都想死你了 我的妈妈 我还想死你了 爸爸 疼吗 爸爸不疼 像是我运动会脚扭了一下 还疼了好几天呢 爸爸 你要坚强 爸爸最坚强了 没事的 放心吧 爸爸 你要快点好起来 我还要跟你一块踢球 你还要叫我机箭 爸爸 爸爸的腿会好起来的 但如果有一天 爸爸的腿好不了 爸爸做了一杯女儿 你千万别埋怨爸爸 好吗 我不要你做纹衣 我让你能站起来 我要跟你在一起 我要和你妈一块照顾你 是吧 爸爸 对不起 妈 对不起 儿子 不是爸爸不好 爸爸对不起你 我妈妈 爸爸的腿都成这样了 我还要连累你呢 对不起 儿子 他妈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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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不要这样 我不要你不要这样 我真的不恨你 带你腿好了 我还要带你和妈妈去南极看企鹅呢 我妈妈给你去看企鹅 我都会打开企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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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沐 怎么样 你走吧 不用 我没事 我再待会儿万一有什么状况呢 我的事儿你以后不要再管了 走吧 什么意思啊 我已经决定了 把林伟杰回家照顾她 帮着她康复 可以啊 可以啊 我觉得她现在这个状况 回家休养 可能效果更好一些 这样我也可以帮着你 一块照顾她 这算怎么回事啊 你让小莫怎么想 林伟怎么看 其他人会怎么认为啊 这跟别人有什么关系啊 我愿意 别人爱怎么说 让他们说去 韩志杰 算了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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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不是说 我不是说 你是不是要安装得了吗 你是不是要安装得了吗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李宗盛 韩志愿是在外边 他怎么不进来啊 马鞍 我们一起照顾爸爸 他一定会好起来的 男的女的女的嫁 金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这还要五天时间 陈涛走了 这不是跟我们出了一段难题吗 我负责的项目肯定能完成 这样吧 你们俩 先把你们手头的工作做完 甚至呢 我和小伯儿打个听 行 刘亦 咱们俩再把那程序 重新再理一遍 行 没问题 雨鸣 压力别太大 刘亦和小伯儿都在 没问题 雨鸣 有个事 你得帮个忙 陈涛他家里人生病了 我放他回去了 可他现在负责那个主程序 最后一部分还没有做完 现在时间有点紧 你能不能帮个忙 我 怎么了 没事 行 我这部分快做完了 等我做完了 那我就把他那剩下的剩下的剩下来坐 你辛苦了 放心吧 好 韩总 你怎么来了 我 你怎么来了 我 想拜托你件事呢 拜托我 我 你怎么来了 是这样 你也知道 我追你姐追了好久 追得也挺辛苦的 好容易我们最近 要修成正果了 跟林伟突然受伤了 你姐呢 最近心情特别不好 她对我的态度 转变挺大的 今天突然跟我说 要跟我分手 怎么会这样啊 我就想你能不能帮我问问 她到底是怎么想的 问题在哪儿 你帮我了解了解 行吗 那 那这样 我 我下午去找一趟节 我问问她 跟她聊聊 行行行 那谢谢你了 没事 你也先别着急啊 反正 甭管什么事 需要我帮忙的 尽管跟我讲 来 来 再留 五二 七 哎呀 七一点 把我身体不错了 来 来 再留 五二 七 哎呀 九十给爸爸 哎呀 这就 哎呀 真好 哎呀 哎呀 真好 一帆 小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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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进来啊 陪爸爸好好玩 陪爸爸好好玩 走 进去 爸爸继续 咱俩 你怎么把她弄家里来了 如果没猜错的话 是韩志杰告诉你的吧 我知道 林伟是小莫的爸爸 你跟她的感情 在你心里一时半会儿 也抹不去 那你也不能因为她受伤了 就一百八十度大转弯 把人韩志杰给抛弃了吧 我知道你是同情她 但是你有没有考虑过人家韩志杰啊 再说了 万一哪天啊 林伟她要是好了 再把你抛弃了 那你该怎么办 你会比有点太傻了 她要如果好不了了呢 大夫说她的腿没有那么乐观 很有可能这辈子都站不起来了 这点她不知道 千万别跟她说 秦山走了 是吧 回美国了 现在就剩下她一个人了 不管怎么说 她是小莫的爸爸 假如有一天 她知道了事情的真相 一时想不开 你有没有想过对小莫来说 是不是太残忍了 小莫是个大孩子了 她现在已经会自己独立思考问题了 有些事你不用为她操心 这么长时间我一直看着你折腾 好不容易一眼看 你就要抓到自己的幸福了 你就这样亲手把她推出去 你不觉得这样太不值了吗 我明白 我明白你的意思 但是一帆 假如林伟没有出这个车祸 她还是健健康康的 就算让她跟秦珊分手了 我都不会再回头 但你现在看到了 她已经这样了 她有可能因为这个 失去工作 失去朋友 失去自信 失去继续生活下气的勇气 说真的 我做不到对这些视而不见 去过我自己的幸福生活 我们俩在一起十多年了 是 我恨过她 她也伤害过我 可不管怎么样 我们有一份亲情 是还一直存在的 我承认 就对韩智杰很不公平 可是 可是我要把她推出去 不仅仅是我对林伟的怜悯 我更是不想把她带进这个没有希望的深院里 你能理解吗 我理解不了 你问过人家韩智杰吗 搞不好人家根本就不是这么想了呢 我知道你做事老是考虑别人不考虑自己 老是以为自己做了一件多么伟大的事 帮周围所有的人都已经考虑清楚了 但是你有没有想过你这样做 也许会伤害到你周围的人 会把他们伤得更深呢 韩智杰你就没有去跟她商量过 你也结婚这么多年了 比我多那么多年 我以为在婚姻方面的理解 你会比我更深更透彻 两个人一旦有了误会 你不去解决她 你时间越拖越久 她就会成为一个解不开的死寇 你能不能跟韩智杰好好聊聊啊 告诉她你到底是怎么想的 跟她说说你这段时间的情况 让她来做这个选择 就算到最后你要选择离开她 你也总得让她知道是为什么吧 王总 那个 小宝那边的情况怎么样 进度还是很慢的 现在让她一个人做两个人的工作 也是谈一谈 那月底能慢吗 康岩那边应该没什么问题 只是 建华集团这个项目 月底 估计是没希望的 对不起啊 王总 我们 我们已经尽力了 好 知道了 忙上去吧 来 一万年你怎么回来了 手机往这儿啊 买那么多水果 给杨霞把孩子买的 怎么了 你不知道啊 她孩子得新少儿肺炎了 真的啊 可严重了 要不然一会儿你跟我一块儿去吧 行 反正晚上我也没事 妈 老师上门 你们来了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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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过来看看小虎 孩子怎么样了 挺好的 那就好 小宝 干嘛呢 不婚姻啊 没有 你们来了 你们别理她 她这些天都这样 都熬了好几天了 那行 那咱们先进去看个孩子 走 把我带你去 怎么了 如果明天要马不出来的话 公司就可能完了 怎么会这么严重啊 出什么事了 没办法跟你说 你也不懂 帮不上什么忙 你没告诉你 怎么知道我帮不上忙 我没有给一个客户的软件 做程序代码 所以呢 明天必须要交 要不然公司就完了 不是 怎么会要得这么快啊 都是因为曹广之 曹广之黑了康言一把 而且背着王雨明 给一个剑法集团 签了一份后 我们现在还差两千二代码 明天一早就要进行测试 我现在只做出了一个框架 根本就达不到测试的要求 如果明天一早 真的做不出来的话 公司就真的完了 王总 那个 江华集团那边你打电话了 说明天如果再见不着 有成品的话 他们就准备向法院起诉 他这要求 小宝那边代码发过来了吗 明天早上能测试吗 公司还不行了 我知道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作曲 李宗盛 黑夜降落 整个人困在冷冷沙漠 不勉强 为我做最后的松心 爱的真理 只能在童话故事里寻觅 我真的无法放弃 我不想这样离去 因为这世界有你 才会静止的冷击 快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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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整个无法放弃 我也许没有结讯 你贴了新的决定 回来的是我多不伤心 小莫 陪爸爸玩一会儿 你贴了新的决定 ja 我答应过你 不管碰到什么情况 我都会陪着你 这个事情 可能是对我们感情的一次考验 我相信 我一定能考得好 我不会放弃你 我会陪着你 一直帮他康复 一直到 他自己能站起来为止 只要有信心 奇迹随时会发生 你不是说过吗 命运掌握在自己手里 加油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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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祝福明天 我不该就这样走远 假设了千万遍 又如何能改变 我们的这些天 我会想你的脸 怎么说再见 画面 冻结在一瞬间 时间 留下了无解的思念 回忆抵不过距离的遥远 那些往昔 那些往昔 如童话般美丽的记忆 如今 却已散落雨滴 怎样才能够说服了我自己 我们拥有的曾经 我们拥有的曾经 几色爱情 每天 每天我要是不在了 我看你怎么卖 我拥有的曾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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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说那幸福 不过都是错觉 为何有微笑留在多片里 你怎么找到这儿的 你怎么会来这儿 你看这个城市 像不像一个大沙盘 小的时候 我到这儿来过一次 但什么都不懂 就用手指头到处乱点 觉得挺好笑的 后来也再没有来过了 现在站着这么一看 就发现 不管手指头点到哪儿 这个地方我都认识 我都知道这是哪儿 我曾经在那儿 做过什么事 就跟放电影一样 一遍一遍地过 人真是长大了 一遍 从我们相识到现在 我们经历了很多的事情 无数次的擦身而过 无数次的泪水 无数次的欢笑 从在医院里边我蒙着眼 那样的相识 到今天我们站在这儿 其实你我注定了 就是要在这栋沙盘里相遇的 其实我现在很轻松 因为不论是预防科技也好 剧才也好 其实那些 都不重要 我恰恰忽略了 最重要 最值得珍惜的人 和事 都不重要 是 结婚之后 我就努力再做一个合格的照片 我觉得我们两个在一起 真的是挺不容易的 我特别想好好地 把这个家维系好 十几年的夫妻干净了 那是我们做信任吧 经历的我 交通这同一样的错 黑夜降落 整个人困在冷冷沙漠 不勉强地 为我做最后的松心 爱的真理 只能在童话故事里寻觅 我真的无法放弃 我不想这样离去 因为这世界有你 才会坚持到冷定 我真的无法放弃 我也许没有结讯 你贴了心的决定 回来的事我不多伤心 回忆记载的事情 我不会就这样忘记 是你让我知道什么叫做爱 纠缠着心 我真的无法放弃 我真的无法放弃 我也许没有结讯 你贴了心的决定 回忆记载的事我不多伤心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